好,我们今天第一步呢,首先用点这个黄色,这个是Mint,不是那种最浅的黄色,是有点这个中层的黄色,然后加一点这个Burned Sienna,就是调出大概这个颜色,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白色,这个有点这个中黄中红的感觉,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披萨的这个底色给上一下,首先这个披萨这个上面这部分,边缘这个部分,这里加点白, 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涂上,这个是这个底层,这个是我们第一的这个Base Layer,所以不用担心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完美,这个不用担心,好,大概是这个,这样先把它给涂上,然后中间这个部分呢,我们多加一点点的白,把下面这个白色给,这个下面先让它上一层这个浅浅的话,我加了一点白在里面,对,同样的这个可以让它比较不太整齐的画上,不用画的特别整齐, 好,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皮的大致量,大家都知道,就是一片皮的,然后呢,上面有可能几个这种香肠,香肠片,peperoni,然后呢,别的部分就大概就是,这个黄色用完了,加一点点这个rod,这个Sienna,我其实不是很知道这个Sienna的中文应该怎么说,好,这个上面,我可能等一下,给查一下这个Sienna,大家知道Sienna的中文怎么说的,可以跟下个留言,我用的这个叫做raw Sienna, 好,那现在把这个底色先涂一下,这边也是,那这边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干一点,然后我就把它先到这个大盖涂上,你看我这个刷子刚才没有洗得特别干净,是有点脏啊,不过没关系,好,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给它填上,填上,好,这个皮的这个整体的这个base layer,我们就先画出来了,那么现在我开始下一些细节,那么首先呢,把这个里面的一些, 我先,我用点这个Ber Sienna,有点偏红,有一点点偏红,加一点点黄色,对,会有点偏红,然后,我会首先在这个,它这个侧面,这个部位,这个地方,最边缘的地方,稍微把它加重一点,然后等一下,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一点黑色啊,我们先先把这个边缘加重点,然后这个皮的里面呢,也是同样的,可能先这样,先加一点这个,你看我这个用,我这个用笔的方法,我用的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刷子啊, 比较,比较小一点的刷子,前面呢,它并不是说完全是平的,但是它就是,你可以让它非常这样,随意的在这个上面这样走动,非常随意,现在不用特别的那个,特别让它一定要怎么样,虽然随意,要随意感比较重一点,这就是那种酱,那我现在再加一点这个,这个红色,让它稍微亮一点,我用了一个crimson的这个红色,对,同样的,我用这个,就是Sienna,加一点点这个crimson的这个红色,让它亮一点, 它稍微亮一点的红,然后我用沙子转一点点水,然后呢,同样的,就在这个部位啊,就这样这样扁,可以看到,我这个大概是往上这样凑,往上这样扁,就是我不是在这样画,我是在这样往上这样按,非常随意的,然后这样按,沙子可以再湿一点啊,然后用这个,还是这个Rossienna,加一点点红色,加一点点黄色,然后就是,因为你要,这个是有很多层的,所以没关系,那你这里可能再多加一点,它这个就是靠这个layer,来体现出这个比较真实的这种感觉,对,因为你要,这个是有很多层的,所以没关系,那你这里可能再多加一点,它这个就是靠这个layer,来体现出这个比较真实的这 每一笔画的选择都,都不用特别整齐 对,大概是这样 加一点黄色,加一点点白色,这个其实这个颜色具体怎么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就是主要就是以这三种颜色的,一个nix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红色,我希望它这里可能再红一点的话,在一个上面 好,那这个第一个底,第二层底色就出来了,我们之后再在上面,可能稍微让它,稍微有些地方盖住一点,有些地方的笔画长一点,有些笔画可能短一点,不会显得特别突,好,我们再试一下啊,红色,黄色,加点水,树沙子上它是沾一点,沾十多点水, 我就这样随意的往上走,我甚至还有种方法是教大家用手,用手指,经常可以用手让它来,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图在上面,我用手这样蹭一下,让它比较,不要这么整齐,是不是,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们用,我用的是像本子的这种纸,还是其实不是特别好吸收,如果你们用的是Canvas这种纸的话,那应该更好吸收一点 对,大概是这样 好,那么上面我可以在现在加点这个白色,和黄色,多点白色 我会在这个周围的部分,让它稍微淡一点 在这个位置,让它稍微淡一点 这个也是,周围的时候可能淡一点 这个就是等下画那个Pepperoni的周围 让它稍微淡一点 然后那个下面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在这个边缘处让它这样蹭一下 然后这个加点黄,加点Burn,这个Burn Sienna 稍微呢,加出加一丁点的黑色这里 一丁点,让它淡一点,让它这个暗一点 然后我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稍微加一点 稍微加一点 对 这个位置 好,那么我们下一步呢 这个 再回到这个原来这个Burn Sienna 这个Burn Sienna,我自己再加点这个黑色,让它变得非常非常暗 我把中间这个,然后再加点红 让它把中间这个,Peperoni这个地方,然后给它填上 我们这个所谓Peperoni就是这个香肠,一个香肠片 好,Burn Sienna 它一点点的黑,一点点就OK了 就加点多,就让它加点红 你看这个是亮红亮的感觉 就是对了 因为有时候它也说,可能会烤的有点糊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对 那甚至会 会有点点黑 对,在这个位置上 加一下 那我这个有点太黑了 那我再加回来刚刚这个红色 它有点亮红亮红的 对,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现在Peperoni这个地方是,是加完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刷子,换一个这种平一点的这个刷子 要做一点什么事呢 就是刚才这个,还是刚才这个有点偏黑的颜色 就是这个偏黑黑红黑红的,我们在这个下面 我想我刚说,有时候你烤完这个时候它上去有点,有点这个,有点糊 所以在这个最下的这个位置上,给它稍微把轮廓给它描出来一下 对,这个轮廓把它描出来 对,这个轮廓把它描出来 你觉得我这个Pita是不是特别厚 等一下我这边可以加一点,让它不要写这么厚 但这个黑色的边呢,在这个,它那个外面的部分,我其实这边给它加一点 让它体现出一点的立体的感觉 这边也是 在它的下面可以加一点 这个边缘,这个黑色 在这个Peperoni,这个英文叫Peperoni 这个香肠 边缘加一点 同样的,我加一点红,加一点黑 在它这个边缘,会让它有一些烤焦了那种感觉 这里有可能加一点,这个地方我加一点 这个地方我加一点 那这个地方可能也是 大概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现在用回刚才最早这个刷子 因为我感觉这地方是不是太厚了 因为我们一般吃Pita菜比没有那么厚 所以呢,我们先把它稍微盖一下 那我用回刚才这个颜色 红,这个Rossianna 然后这里可以先把它往下盖一点 让它不要这么厚 所以你看,我们画这个画非常的,非常自由 你哪里想改,随时可以改 好,那我这里可以让它一下走 让它不要这么厚啊,咱们说的 对 然后,可以多加一点红色 加一点,它颜色会淡一点 好,下一步呢,我们用这个刷子把它洗干 完全洗干净 然后呢,让它有一点水 然后用一点这个白呢 让它有点这种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 有点白色啊 然后我想把这个位置先让它涂一点 白色出来的感觉 对,大概是这样子 那里面呢,也一样 里面它也会有一些这些 芝士 有一些反光的感觉 所以这个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色 对,然后加白色会多一些 然后这个刷子要湿 湿的时候,你就这样往上 在这上面 随便的这样 感觉非常的随意的往上这样 这样走 就会 你看这个刷子 感觉非常随意 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从刺感 那同样这边下面也是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这个周围 把这个颜色给上上去 让它上的稍微随意一些 这样子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这地方 非常让它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样子有做一个芯方 比如说这里可以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 可能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 因为它毕竟不平嘛 会有点反光的感觉 对 这里可能稍微让它 你们的纸 如果不是像我这种 如果你们是正经 这个正经画画的纸的话 就可能不会出现我这里 这种透露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因为我用的是那种 平时 我用的不是专门的画画的纸 好,也得行 现在我们就大概这个皮子的感觉 其实已经出来了 那你这个前面 可能到这个步骤 你这里可能要加一点这个 这个像我刚刚说的 有时候它有一些这个cheese 从上面这样掉下来 就是有点黏着你自己这样 稍微有一点点糊 有点糊线的那种感觉 有点类似cheese 有些地方可能会稍微加一点 这就按照你个人的喜好 可以加了 那就是cheese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个dndn我刚刚说的 因为它会有一个阴影 一个高光 那说到阴影 我们可以想加一个阴影 我这个白色 加一点点的黑色 就会出现一个灰色的样子 你再一点点的 对 所以这个灰色的话 我再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就是这样子 非常大概的一个走势 就会体现出有一点点这种 稍微再往上一点 这个稍微要细一点 然后越往下 可能稍微粗一点 颜色深一点 这样会体现出一个英语的效果 那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pizza就完了 很简单